在西纸南新街靠近矽定路的一处社区 因为附近都在盖房子 每天进出的大车不少 只是有一段没有人行道 造成每天居民走路都得与车争道相当危险 所以在接获陈勤后 20日上午 医员廖正良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建商失作交通感 隔出人行空间保障行人安全 只见出了社区 走在必经的南新路上 道路两边都在盖房子 这里是细止南新路 过了新台武路靠近西定路的早安清静社区 虽然社区前面有人行道 不过过了社区范围就中断了 在过去两边都是工地 每天进出的大车好多 一步接一步 因为路不宽 只见行人都得与车争道 真的是显向还生 这段危险在工程车辆进行出出 行人是可以拦走路 是不是都要闪车 对都要闪车 你不然不行 尤其他车进行出出灾云 沙石进出 我们看得到 都要闪不闪不行 唯那个交通感 然后让你们走 那这样会比较安全 这样行人会比较安全 我们现在位置都在南新路 与台武县这边 我们服务处接位很多 这个社区跟民众的层情 说这边行人在走的时候 很多大行车在施工 所以说行人跟那个 大行车在争道的行情 在接获成情之后 20号上午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道路两边都在盖房子施工 大车进进出出 转进转出 几乎都占据整个车道 难怪民众说走这一段路很危险 会刊之后也要求尽快改善 两边都有施工围离 让这一段的南新路看起来更窄 如何改善会刊决定 请市政府发文 而在早安 亲近同一侧的建商也同意 沿路施作交通导感 隔出人行空间 让民众走在这里 安全比较有保障 九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